烏克蘭發射美智的標槍飛彈 摧毀俄軍的T-80坦克 烏軍常說現在沒了瓦格納 別害怕但恐怕別高興太早 克里姆林宮證實 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 兵變失敗後的五天 也就是6月29號當天 見到了俄羅斯總統普清 在閉門三小時的會談中 瓦格納宣誓效忠 普清給他們選擇 是否要留在俄國 納入正規軍 繼續為祖國而戰 只是說好的流亡白俄羅斯 雙普終於意識到 不能沒有彼此嗎 瓦格納當初反對的 其中一人就是參謀總長 吉拉西莫夫 一度傳出下遇就責 兵變之後首度公開現身 官位不動如山 與此同時北約立陶宛峰會 召開前夕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土耳其總統埃爾段 還有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 三方歷史性一握 土耳其終於點頭 讓瑞典加入北約 不過埃爾段也開出條件 就是換取瑞典支持 土耳其加入歐盟 並重啟相關談判 T恤宣布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